你很喜欢吗 日本电影《比海海山》 是阿布宽的最新立作 他在片中饰演一个 不得志又深陷赌国的作家梁多 前妻带着儿子离开他 在年迈母亲的苦心劝导下 梁多终于决心重振 突如其来的台风夜 将一家人困住 心也因此紧紧相细在一起 本片以简单的剧情 演员悉尼的演技 刻画亲情 转人人类 为什么在一起睡觉 我挑选苏芬 喜剧国片《销售奇迹》 白鑫慧饰演工作不顺 卡宅高竹的卖场推销员 叶姬始终挂淡 只能看着前辈林美秀 口若悬河 叶姬呱呱叫 还好担任水电工的老公纳豆 始终陪伴身边 因缘计会下 白鑫慧认识了销售天皇 在精心改造下 白鑫慧不仅成为电视购物主持人 业绩成绩也跟着三级跳 你需要出去吧 南韩惊悚电影《失速列车》 描述一种来源不明的病毒 大举侵袭大汗民国 首尔整个沦陷 尚未受到感染的民众 死命挤上 偷往釜山的列车求生存 但大家没想到的是 成功挤上车的不止活人 还有受到病变的僵尸 在这辆无法逃出的急速列车上 绝望的人类该如何保护自己 德国电影大师文温德斯 被誉为公路诗人 从影45年 风格情形抒情 运进为美 获得国际各大影展肯定 电影业者推出全数位修复的 文温德斯影展 精选七部文温德斯的早期代表作 包括著名的公路三部曲 让影迷再次回味这些经典作品 庄舍综合报道